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5计划是对未来有一个想象跟瞭望 可是这个未来又不是太远的未来 因为十年它毕竟是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契机的一个目标 十年后发生的事 现在应该也都不是空缺来风 所以那时候定十年 其实这个数字我觉得是蛮吸引我的 已经跨入到21世纪 进入到了一个实际上是数位时代 可是住宅还没有看到同步的变化 所以在契机上 我们感觉其实是一个可以开始思考 现在住宅是什么这件事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望鼓励台湾的建筑界 设计界能够跟制造业 他们可以开始对话 把台湾自己在地的一些技术 能力啊 美学能够相互结合 这种结合我们相信它应该会产生出一种 独特的一种美学和生活的形式 在社会上多元化以及流动性的一个变迁之下 事实上家并不纯粹只是一个居住的一个单纯的容器 而是有更多的生活的事件会发生 以至于有更多元的产业跟公司 都能够来参与这件事情 在定位上它不是一个成果性的展览 它是一个生产性的 就是它是一个概念 我们从一个概念出发 然后媒合 然后让他们互相了解 然后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一步一步的推进 能够生产出一个东西 所以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的 因为它是为了这个展览生产的 我们在当时跟中泰基金会这边讨论 大家都有共识愿意用这样比较长时间来生产一个独特性 这整个展览很大的关键 所以建筑师要跟那个企业界必须产生媒合而且有火花 这很难因为双方其实从来不打交道的 而且我们邀来的这些制造业企业 尽量回避那种建材的厂商 我们希望是他们从来比较不熟悉的 能够碰撞新的火花 开始要有些媒合 有点像相亲那样 就是把双方的资料放出来给对方看 透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会 让他们可以对对方有些认知 认知之后就开始挑对象 让建筑师来主动挑厂商 然后假如有几个人挑到同一个人 那就凑签了 就是有一些这个过程 我觉得去看他们实际生产过程会很重要 建筑师会在中间寻找一种 让他感觉到兴奋的东西 那个只有让他去现场找他才有办法 工作会议其实是一个是让参与的建筑师 跟厂商可以开始看到大家在想什么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有点像建筑系的频度 它会互相激荡 所以这种工作会议是每隔一段时间 每个人大家把自己发展的构想给对方给大家知道 它中间会产生一些化学性的横向影响 那个其实很重要 赤展人只是跟那个主办单发 把这个平台设好 然后让他们在里头互相产生激荡 这毕竟是个展览 它在现实跟幻想跟那个实践上 它我们都要有衡量 所以在这过程中一方面 慢慢地归纳出谁适合怎么展 像我们最终的展览有1比1的真实的 有概念的 有着不同的 也是在这过程中 那如果大约觉得它适合往那边 就会在这工作会议中鼓励它往这方向走 慢慢也去划出它最后的展览形式的路线 大概我们发展到一个比较成型的时候 当然就希望能够邀请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来帮忙看 它这种视角可以 可能可以帮我们修正我们过度建筑的 看事情的方法 也会邀请一些台湾之外的专业者 因为第一个是说台湾岛内的不同知识领域的人 可以帮我们协调一个位置点 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有可能限制在我们一个 我们台湾的自己的一个在地的视野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有时候自己是看不出来的 Home 2025为了要方便在阅读上面的 比较容易来进入到展览当中 我们分了六个主题 那么我们想要透过这个子题来提供一个新的 看待这个住宅的一个方式 那么来打开一般人对于家的这种视野 我们的展览的形式不只是过去好像就是 单纯的小模型跟这个展板 也是有一些比较巨大的这种 可能局部的这个比较一比一的这个部分 但是最大的不同 应该是我们有几件这个作品呢 是真的把它创造成是一比一的 也就是说真的人是可以进到里头 或者说是以人的真实尺度去把它呈现出来 其实建筑的部分 应该是跟人有更直接碰触 或者说人被笼罩包备在那当中 才能够得到的这种感受 希望这个展览可以变成一种邀请 能够让大家来参与 置身到这当中去发现 你个人所在意的这个类型的议题 然后你可以从这当中找到 也许是你自己解决问题的这种提示 那我想这才是一个 跟未来这个城市生活者产生好的对话的机会 整个展览有一个意图 就是希望打开建筑界的宽容性 它可以把各种知识 各种技术带到建筑这个行业 你如何让一个展览 尤其这么长的展览 让一开始参与的热度 它可以一直衔接到最后 而不是用任何什么现实诱因来引诱它 那就只是一个理想 这个下来他们能够整个整体团队 包括策展人包括参与的人 跟那个主办方 能够这样子基本上很密切的和谐的 一起这样走下来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最了不起的 建筑师是一个有趣的社会角色 建筑师所做出来的事物 往往能够尝过他的生命 在这个个体化的转折里面 家的概念被解放也被重新定义 那我自己是很希望我们的建筑师群 他们能在这个时代的框架里面 提出他们自己的想象 所以我们希望是召唤那些 内在生命有一些扰动的人 他来这个展里面 完成一个小小的身心事 所以我们care的是这个展 他可以让人们回家的时候 自己跟自己产生一些对话 觉得我们应该要追求一些微小 和意义深远的感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咯 还有